克里亚古道是新疆连接西藏最古老的一条道路 英雄之路就是说解放军在50年进藏先前连走的这条道 这条道路在史料上记载是东下不可行困难一场 它是最快捷能够连通新疆和西藏的一条重要通道 而且它是一个古老的人类活动的重要通道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师进藏先前连出发适施的这么一个遗址 从这开始我们就要沿着先前连的路线进藏 这是1951年修的路 08年我从阿拉教育过来放着类似那种塌方 就从那个吐鲁河的河床里边走 可是走的前面这塌方太厉害下不又下不去 咱们接着再往前走 里头有一个地方叫一线天 哎呦这石头有点不太大了 先挂了四地尽量的精准的走位 但是还是刻了一下 你别说长城H这几户板还真结实 好 通过 我们现在通过的白打板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 过了第一个难关下面就是苏巴士打板 苏巴士打板就是我们一天要提升了将近三千米 咱们现在海拔上升到快四千米了 动力居然没什么衰减 你别说上高原最长城2.0T的方向机表现还真是不错 还可以不错 不能说这个轻而易举 但是确实还是有量 动力还有储备 还有一个非常难的 就是阿德塔木打板 它是我们现在中国已知最高的野山口 五千五百六十米 而且坡度非常大 不到一公里 要爬升八百米 一旦下雪 我们下雪不可能再回头了 所以我们虽然这一段今天走的还算比较顺利 但实际上真正的难关还在后边等着我们 最美的风景和最打动人的故事 实际上是在高山之间 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传奇 英雄之路只是最近的一次传奇 我们现在反过来还是用汽车的这种方式来走原来人家罗马选的这些路 可能会有更多的感受 现在已经四千九百多了 它的火山地貌走到达坂上能闻着非常浓烈的硫磺味 所以当年祝勒大军就把这起名叫硫磺大坂 看看这是西昆仑最美的一片冰川 就是西昆仑是有一个阿什库勒火山石 这个是中国最年轻的 五一年喷发的 它这个走火山石路面 因为它很复杂嘛 它不是有规律的 有些凸起的明显是要高于你的底盘的通过角的时候 就必须要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位置 它是怎么分布的 我左前轮前的顶多这么多 就是一块大石头 但是我只要往这边带一点我就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我还得往回打呢 原因是因为我这个地方还有一块大石头 这是长期在外头去做这些野外探险人的 你训练出来的 尤其是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 H9的这个速车给很多的哈佛车主 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 应该说 就按说昆仑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山峰 尤其西昆仑山非常鲜色 结果呢 那完美的火山坠跟这完美的明川 以及这看着都令人发指的满 简直太难一下 然后现在从这条路看过去 那个山上的一个支字形 就是当年驻驻驻驻驻修的 叫托破拉嘎特大阪的那个翻山的那个公路 这个公路不是近几年推的 51年就已经存在了 当年人太伟大了 就是靠敲稿 在这么高海拔的地边 我们蹲下站起来眼前都发黑 人家要在这儿抡几十磅的大锤 敬英雄 可以说中国的这些有路的崖口 我几乎走遍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轻面獠牙的山 这山太凶了 阿特塔木大阪 这个山口几乎是在一个无路状态下 然后爬升到5,560米 一到下雨下雪的时候 只要是地上湿滑 你即便刹车踩死 根本停不下来就一直滑坠到地下 非常的危险 快点沾水 不能沾人 饶我一命啊 啊 要命吗这不是 现在这种用法 肯定超过的设计极限 即便改装车有个可能 但是这个车还是能扛 质量的主要的部分 动力减黄 然后呢变土冰 然后呢还有前后桥 这些都没出问题 我们是真是拿自己的生命 来做了一次试验 这片昆仑山它太伟大了 你知道 卫星图上能看到几个白色的嘎嘎 这白色的嘎嘎就是什么冰川群和雪峰群 这些冰川发源了叶尔羌河 喀拉喀什河 玉隆喀什河 我们现在走的克里亚河 以及还有那边的安地尔河 每一条河流冲出一条欲舟 所以这才是文明之源和生命之源 现在进入的就是乌拉因库洛 和克里亚山口之间的这个水网地带 这是西昆仑 英川最密集的地带 所以我们必须的快速通过 好在呢我们这个长城埋之九的进气口呢 是在右侧的椅子板里边 而且呢它的进气方向呢 是反方向的 所以我们快速通过水面的时候 并不会进水造成放弃的所谓 水分走了以后就剩下那种 矿物质含量非常高的那种盐碱水 不管零下十几多二十度它都不动 所以你从表面看呢 它会有一些白色的反碱上的 就是它的碱上的 这些地方是坚决不能走的 一旦进去以后它完全没有辅助力 就车下去就只能是吧 就当年人家以那种交通方式 徒步跟拉罗马的方式 现在完全无法想象 我们有这么现代化的车辆 还这么艰难 当年他们那些人真是太伟大了 过了乌兰因库勒 往前就是克里亚山口 2000年来就是吐蕃跟西域的分界线 然后咱们去找那条传说中的 郭道216 最多还有15公里 是往前走还是掉头走 马上就见分晓了 找着路了 看看施工队 从现在的行政区域上来说 就进入到西藏自治区了 我们经历了四天四夜 终于是到了仙遣乡 应该说是近些年第一只完整走完当年 仙遣连进藏的这条线路 然后也是完整记录的 70年前我们整个进藏部队 从普鲁村开始出发 一直沿着克里亚河古道 方过了克里亚山口 进军到西藏改革地区 有60多位战士 永远的旁边在这条路上 为整个西藏地区的解放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在这儿 对70年前的先列表示敬意 新无畏敬英雄 咱们刚有信号的时候 王铁南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我都不敢想象 你们这个H9的速车咋过去的 他们最大的惊讶 就说你们连个脚盘都没有 胆也真够大的 所以这个车只用的 就已经超过它的设计级线了 就很多比如它的硬性指标 已经超过了 可以说给很多的哈佛车主 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 端一开始吧